接下来我们来换线 换线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直接用缝线啊 去把它接线 这样的话 弄出来的线头呢 是比较平整的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织完之后 直到这个地方开始丢针的时候呢 把这个线头留一点点 看啊 留一点点 然后直接把它剪掉 剪齐之后 然后再拿着棒针过来 退个五针回去 你这样直接接肯定是没法接线头 好 我们先退个五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 五针退过来 退个五针就差不多啊 线头到这边 然后我们拿着 你要拼接的那个颜色的线头 两头剪齐 看好 两头剪齐 拿着家里的这个缝纫针 缝纫线 把两个线头正面对齐 这样啊 正面对齐 反面朝外 两个反面朝外 然后对好之后呢 从这个三角 我们可以把这个 放反了 正面对齐 反面朝外 好 对好之后呢 我们从下面这个角 缝到这个角 从下面穿针上来 好 下面再 穿针回来 再穿针回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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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好 再穿针回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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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一个